李小龙师傅叶文离世三天前示范永春招式,还要求儿子拍下,有预测能力。 我要打十个。叶文霸气的一句话,让所有看过叶文电影的粉丝们都热血沸腾了。 那个武术高强但又非常疼爱老婆的叶文,更是让不少女生都直接大喊以后老公就要找叶文这种。 不过大家都看过由真子丹所饰演的叶文,但你们有看过真的叶文吗? 叶文本名叶记文,出生于佛山,共有一妻一妾,无垠子女,是永春拳的发扬人。 当年在香港发扬永春拳,被赞誉为一代宗师,而她更是五大巨星李小龙的师父。 图片来源,时光网。 她的儿子叶准曾向外界叙述对父亲的印象,在生活中叶文就跟电影所演的一样话很少,几乎不说话。 而是用她自身的为人处事来影响身边的人,而且非常疼卖妻子,夫妻俩相处从来都是相敬如宾。 也从来没有吵过架,当被问到爸爸是不是真的会帮老婆按摩脚。 她表示我想这样的事情父亲真的做过。 叶文生前总是尽量避免冲突。 她认为功夫不是用来打架的,无论打赢了还是打输了,其实都是输。 因为你在用自己所学的欺负别人,打一次,输一次。 她一生都保持着谦逊的态度,让许多人都不禁赞叹这才是真正的宗师风范。 图片来源,热新闻。 而叶文对于自己的弟子们也是有自己的一套方式,对待每个弟子都是因材施教。 她从来都不会强迫别人学武,她认为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。 所以与徒弟间的相处就像跟朋友一样,由于叶文之前曾经读过贵族学校,英文很好,知识也很丰富。 但她知道来习武的弟子们并非各个都受过教育,所以她会以不一样的方式来教导他们。 像是用春带直拳,对读过书的徒弟,她会直接告诉他,两点之间直线最近。 而没读过书的徒弟,她又有另一套的解释,但可惜的是一生都没有自己的武馆,都是借人家的地方教徒弟。 图片来源,武鸦哥看电影。 叶文一生积极发扬永春拳,但最后仍然敌不过喉癌的侵袭。 1972年12月2日在旺角的居所内,坐在一张沙发上安详临世,藏于坟岭蝴蝶山。 但就在临世三天前,她儿子列准拍下了父亲最后练习永春拳的威风身影。 图片来源。 据说她当时穿着睡衣正准备要睡觉了。 但突然间她改变心意把练习永春拳的牧春拿出来打,示范出所有的招式。 让网友们不离惊呼或许她已经预测到她即将离世了。 虽然病魔缠身,但仍然看得出来她出拳还是十分有力。 一生都奉献给永春的叶文,习武的精神跟态度都值得受人敬佩。 快快把这威风身影传给你爱看叶文电影的朋友们,让大家一起为叶文致敬。